2004年,温州传奇富商王君尧三手人还,他早在25岁就已经成为了温州当地首富,后来一手打造出来的一个包括食品制造,房地产,交通运输,金融产业的庞大商业集团,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其成就的高度甚至超过了普通人一生的长度,就在他去世之后,人们都说他留下的万亿资产被亲人瓜分,他的妻子还下嫁给了司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引起了全社会的热议。 此事到底是真是假?王君尧又是通过怎样的手段让自己成为了万亿富豪的呢?王君尧于1966年出生在浙江的一个小渔村当中,当时那个年代的人们还是秉承着一种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观念,王君尧的父母自然也不例外,并且也认为自家的孩子上学没有什么用处,反倒不如帮着家里面打打鱼捉猪虾,充当一个劳动力,王君尧也是连小学都没读完就在家里的要求下被迫辍学,帮着自己的父亲。 王君尧虽然离开了学校,没有多少知识的他,可是不缺脑子,王君尧后来通过自己的观察很快就发现了,虽然自己家总能通过付出劳动打捞上不少的鱼货,可是这些打捞出来的鱼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卖出去,而且因为当地的渔民非常之多,出售这些鲜活的鱼价格也便宜得很,更何况大多数打上来的鱼都会因为极难保存,有些成为了家里面的口粮, 有些不得不制作成咸鱼干便于存放,还是有着不少父子二人劳动所获取的鱼类,因为腐烂过度被丢掉。 看着自己和父亲辛辛苦苦打捞上来的鱼货,就这样变成了垃圾堆里面的废品,王君尧内心当中有所不甘,可当时自己家里面又没有条件把这些打捞出来的鱼类保存下来, 更何况这些鱼类的保存也不可能等到下一次有人来到他们的鱼村里进行收购,王君尧这时候就在空闲的时间开始思考,怎样才能把家里的鱼都在打捞之后不久出售出去呢? 后来,这座小鱼村子里面有一些人,通过种种渠道,开始到全国各地去找老板收购他们打捞上来的各种鱼类,随着销路地展开这个小鱼村子里面的鱼产品价格也有所增高,王君尧此时觉得自己家里面虽然收入有所提升,但毕竟是属于吃着人家剩下的残羹剩饭, 于是也就决定像别人一样自己跑到其他的省份拉单子,找那些有意收购鱼类的老板直接购买自家的鱼货。 王君尧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湖南省联系到了好几家有意收购他们鱼货的老板,而且从浙江到湖南还能够通过长江进行水上运输, 这种运输方式还能保证他们家这些鱼货能够在运输途中及时地换水保证一定的存活率。 于是一家人很快就通过王君尧找来的渠道,收入逐渐提高,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 王君尧自然而然也是感觉到这可能是一条发家致富的路子,后来随着各种运输工具技术上不断提升, 王君尧极为有先见之名地开始给自家的鱼船上面装备了大型的冷库, 王君尧他们一家卖出去的鱼也是越来越多。 到了80年代中后期,王君尧通过这样的鱼类生意已经攒下了一笔小小的财产, 王君尧此时此刻也意识到了,因为运输技术的提升, 漫长的海岸线一定有着不少的人家都会向市场上提供大量的鱼类, 像如今这样极好的情况维持不了多长时间。 王君尧又开始琢磨,怎么将自己已经攒下来这些钱利用起来, 开展新的业务赚取更大的利润。 时间来到了1991年,王君尧和自己的几个老乡包了一辆客车, 像千里之外的家乡往回感,像当时很多中国人一样回家过一个团圆年。 因为当时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像今天这么完善, 很多道路它的路面质量非常差,而当时他们所包下来的这辆小客车, 自身的减针系统也非常有限,在许多不平整的道路上一点不就是几个小时, 当时的王君尧虽说年轻,可连续几天的颠簸也让他的身子浑身酸痛。 一次跟身旁老乡聊天的时候,王君尧有点埋怨地说道, 这小客车是真的又慢又颠,这身子都快被晃散了。 身旁的老乡也是被路面的颠簸弄得身子摇摇晃晃, 不过大趣地说道,天上飞机那时又快又稳, 这你要想又快又舒服,那你去包一下飞机啊。 这位老乡原本就是一句玩笑话, 可是仿佛给王君尧在商业发展上指出了一条名路, 在回到家之后,王君尧马上跟自己的亲友们提出了, 自己想要包飞机建立一条从长沙往温州飞行的国内航线, 并且表示现在生活条件好的人越来越多了, 如果有这么一条能够让两地快速往返的交通工具, 那一定能挣到不少钱。 这一番话说出来仿佛炸雷, 当时在场的亲友们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在他们看来, 王君尧确实通过努力帮助自家和亲戚们都过上了不错的日子, 可是承包一架飞机还要建立航线那几乎是异想天开, 对于这些人来说, 那天上飞的飞机简直就是遥不可及的东西, 坐飞机都还很难那要是想包飞机, 那难度恐怕要高的比飞机费的还高。 王君尧并没有因为自己亲戚们的反应就垂头丧气, 反而开始找渠道找信息, 还真的发现当时有一些国内航线是由私人承包运营的, 王君尧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 将当时已经通过销售余类得到的上百万家产, 全部投入到承包一条飞机航线的这个业务上。 在这之后不久, 王君尧终于来到了湖南省民航局, 表示要见领导, 商谈承包一条飞机航线的业务, 后来经手过此事的相关人员回忆道, 虽然当时根据相关政策, 这种行为是允许的, 可是那时候部门的相关人员还是第一次经手这样的事情, 王君尧因为当时太过年轻, 甚至有些人觉得这个年轻人是不知好歹或者是招摇撞骗。 王君尧出乎意料的是, 反而先对管理人员讲述了自己收集到的信息和相关规定, 并且拿出了存款上百万的存折, 以显示自己不是来开玩笑。 这下民航局方面的工作人员开始忙碌了起来, 办理私人承包民航航线的相关手续流程非常麻烦, 王君尧几天都要签署十几份文件, 还要跑到各部门去盖章, 终于经过了半年多的折腾之后, 王君尧承包下了从长沙到温州往返的航线, 同时也承包下来了一架小型客机。 这个让人感觉有些不可思议的举动, 光是在1991年春节时期就给王君尧带来了多达20万的纯利润, 王君尧随后借着自己对于流程的熟悉, 通过上百次的谈判, 拿下了国内400多条航线, 其承包的飞机也从后来发展到拥有200座内部舒适的波音客机, 王君尧也在此时正式成立了自己的包机公司, 成功成为了温州当地的首富。 光是一家包机公司就掌握到了如此之大的市场, 几乎每分每秒源源不断的利润都会自己跑到王君尧的手中, 王君尧此时完全有能力放松起来, 单单靠着越来越繁忙的国内航线, 成为千万甚至家财上亿的富豪也仅仅是时间问题, 但是王君尧已经无法停下自己的脚步, 也就是在两年后的1993年, 当时根据国内统计数据, 国内居民大部分饮食营养结构都存在问题, 于是发出了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的号召, 在出台了多项政策之后, 在全国各地扶植乳业生产经营和销售企业, 王君尧此时认为正是绝不可多得的好机会, 王君尧再一次选择拿出了手中积攒下来的不动资金, 建立了君尧乳品公司, 开始进军乳制品生产加工和制造产业, 王君尧也发现了温州当地虽然已经有不少人通过经商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但是产业结构非常单一, 王君尧就将奶牛养殖和乳制品厂, 开始在温州当地投资建设到乡村之中, 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家庭有了选择, 也使得温州当地许多富老乡亲曾死脱贫致富, 这些从贫困当中走出来的人都无一例外跟王君尧视为恩人, 在此之后, 全国范围内又开始有许多人趁着政策的方向, 开始争夺乳制品的市场, 王君尧果断地认为, 在此之后, 随着政策的改变, 以及行业竞争的激烈乳制品行业的利润也将趋于减少, 于是虎王君尧又开始寻找新的商机, 最终他发现, 许多大城市都开始了房地产方面的建设, 于是尝试性的在温州当地建立了一座内部环境还算不错的宾馆, 这座宾馆经过半年多的运营, 给王君尧带来了不小的利润, 王君尧于是决定要让自己的企业全面进军房地产, 并且王君尧也设立了自己发展房地产的首要目标, 那就是当时已经逐渐崛起的上海, 当时的上海已经开始有着寸土寸金的趋势了, 王君尧手下的集团虽然财力雄厚, 但是比起在上海开展房地产所需求的资金来说, 那就是九牛一毛, 王君尧这时候急需开拓新的产业来提高资金的收入, 王君尧当时坐在自己的车里, 无意间看过街道上, 有很多人略有焦急的在路旁等待出租车, 他当时就意识到目前出租车急需困, 2002年3月, 一则报道轰动了全国, 王君尧的商业集团以18%的股份入股东方航空武汉有限公司, 人们都不敢相信, 因为这是中国第一家投资国家民航位业主的民营企业, 更让人想不到, 在这之后国内的航空业快速发展, 有18%的股份带来了大量的现金流, 2002年10月, 已经是身家上亿的王君尧, 像是一个普通人一样, 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寻找着新的投资机会, 最终他猛然间发现在上海的黄金地段, 有一栋拔地而起的高楼, 这座重新建设的甲级商务楼, 很快成为了国内许多企业想要进驻的目标, 再加上君尧集团越来越庞大的房地产投资, 王君尧当时的身家已经至少50亿人民币, 然而就在一年后的2003年, 王君尧在去医院检查的时候, 被查出患有肠癌晚期, 当时的医生认为, 虽然肠道部分的病变非常严重, 可癌细胞还没有扩散, 立即进行手术治疗, 还是有机会战胜癌症的, 王君尧当时却直接否定了医生的建议, 他自己认为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一旦接受了手术再加上后续治疗他, 很可能就此长时间的卧床不起, 然而他个人这种意志, 是无法阻挠病魔的扩散, 在2004年, 王君尧的身体已经极为虚弱, 在众人的劝说下终于同意接受手术治疗, 是近一年多的时间, 癌细胞的扩散已经非常严重, 尽管进行了手术以及其他治疗, 最终于2004年11月7日不幸去世, 当时的他年仅38岁, 王君尧突然的去世在国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而当时传出了不少关于他的花瓶新闻, 有人说他是因为私生活混乱, 是因为妻子和情人互相之间勾心斗角, 最终导致王君尧被两个人用其他方式害死, 王君尧虽然有钱但是为人品性端正这种谣言, 很快就不攻自破, 王君尧的弟弟后来出面证明, 在媒体面前拿出了诸多法律文书, 以及相关证件证实, 王君尧在病故之前早已经和自己的第二任妻子离婚, 而且还因为抚养费的问题对薄公堂, 这也就证明了不存在所谓第二任妻子继承了50多亿的遗产, 而且那个传说当中娶了王君尧第二任妻子的司机, 也亲自出面表示自己早已结婚有着自己的幸福家庭, 和王君尧第二任妻子毫无瓜葛, 而在谣言背后, 如此庞大的商业帝国产业继承问题还是存在的, 王君尧17岁的儿子当时继承了110亿元人民币的遗产, 还有公司的相关股份, 但是君尧集团当时已经被这个孩子的两个叔叔, 也就是王君尧的两个弟弟掌控, 也不知这两位叔叔会如何看待他们哥哥留下的这个孩子, 整个集团未来将属于他们家庭中哪一组来掌控, 王君尧突然去世留下的这些问题, 究竟如何解决也不得而知, 但是他如此成功却又突然地撒手人寰, 毫无疑问的是对人们最大的警示, 尽管有人说他触及到的高度比大多数普通人生命的长度还要多, 但是对于王君尧自己来说, 他永远失去了体验接下来人生的机会, 对于他的孩子来说也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父亲。